我实话跟你说吧 周明这事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只是神经痛的事 用不着悲观 大不了咱患家医院 要不然换个医疗方案 只要他自己有信心克服困难 重返手术室是没问题的 这有先例呀 真的 所以我对外才没有过多的解释 我就是怕别人风言风语 再给他造成压力 可是你刚才看见 韦天书的意思了吧 人家那话说得非常漂亮 实际意思 他是觉得周明把这台手术给搞砸了 人家不愿意掺和了 这那人怎么那样啊 还外面回来的呢 一点都不团结 你以为人家傻呀 这事情不是明摆着放在这儿吗 如果你周明说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不接这手术了 院里早就有人有议论了 那天我看手不记录了 你跟李博一个是一株一个是二株 当天在手术室里发生任何事 应该逃不出你们俩的眼睛 到底出什么事了 周老师不是都跟医务处说了吗 他知道什么我就知道什么 要不然你去问李大夫吧 我说你怎么跟这李博一个德行啊 你们看不出来我是在帮周明啊 如果这件事我先知道了 我可以帮周明挡一挡 如果让葛院长先知道呢 到时候就算人家家属 拿了钱人家不追究 你以为院里就不追究了 这么大的人怀院赔了钱又跌了面子 到时候这股邪火你让他往哪儿发 对外是发不了 只能是对内发 对内发的时候 他们处理起周明能手软吗 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再来求我 说怎么样帮他回手术台 我告诉你啊 我可真没招 进来 葛主任 一段催你过去呢 那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 好 你不想说 我也不逼你 我先去对付这葛院长去 你说这葛院长跟周明天生就不对付 这家属现在怎么闹 我估计他现在啊 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谢谢程老师 阿姨 你就没问我 我的尾端霜用完了 你再借我用一下呗 拿走吧 我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不是挺晚用的吗 我看你脸都小一圈了 他不是说了嘛 脸还没下巴掌大呢 所以不许用了 谈个底下琴还管动管戏的 还累不累呀 是挺累的 但是当你喜欢了 那么久的一个人 有一天突然牵着你的手了 还是挺幸福的 我懂 我已经想象过无数次了 不过呀 现在也就是想象而已 希希 你现在在伟大夫组里面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他挺好的呀 他是不是对周老师有成见啊 不会的 怎么可能呀 他退了十八床的二次手术 那肯定是觉得周老师 一次手术没做好呗 十八床的律师不都已经承认了 不是医疗事故吗 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有那么简单 院里干吗要调查周老师 周老师早都已经把手术权 和团队都交出去了 周老师也是个神人 你不用担心 葛院长找周老师麻烦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哪次不是有惊无险呀 对次不一样 怎么了 周老师那台手术 做得没有问题 要是有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我在手术中碰到血管了 你碰到血管了 周老师怎么一个字也没提啊 他怎么会提啊 他肯定是要保护我 马上要订留院的事了 大家要是知道 这事是我给院里惹的麻烦 哪个科敢要我 那周老师的病修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 手臂神经疼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吃药也控制不太好 神经痛这可不好治呀 怪不得他不再接手术了 那要是以后周老师 不能再做手术了 他那个脾气 还不得憋屈死呀 萌萌 你可别犯傻 现在院里正等着男人开刀呢 两年的时期你多不容易呀 眼看马上就要熬出头了 你成绩那么好 留院是十拿九稳的 你可别把到手的前身给毁了 我留院还不是为了能跟她一起工作 她要是替我把这个黑锅背了 以后还怎么再人滑工作啊 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什么意思 陈夕啊 什么事 周老师 怎么办呀 十八床手术的事 萌萌说明天一早 又去医务处自首 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碰血管的事她告诉你了 都说了 您别怪她 这事越闹越大 她是怕连累你 她现在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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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给她打电话 她没接 你让她接电话 我来劝她 她刚刚睡着了 我这是偷偷溜出来给您报的信 你别找她了 她手机都在我这儿呢 都关机了 我知道了 陈夕 这事就交给我吧 周老师 您可千万不能让她干傻事啊 我知道 我已经不想到我 你去过家了 financial aid 你去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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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家了 我去过家了 我们去过家了 组功的生日子 然后我去过家了 是我 你帮我约一下医务处的王主任 关于十八号床手术的事 我明天上班之前 想先和他见一面 来 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家属要追究那台手术的 任何瑕疵 就是我碰到血管了 跟周老师没有关系 我知道 那您倒是记下来啊 还是我给您写一份书面的情况 您好给院里出事故调查报告 这一定要强调 我碰到血管 是因为没有听周老师的指导 幸亏周老师及时补救 才没有对病人造成任何影响 总之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 不能让周老师背黑过 小叶啊 你是个好学生 周老师明白的 刘主任 到这个时候了 您就别讽刺我了 我知道 我应该早点站出来 我这就回去写检查 至于是要挺我的手术 还是要挺我的实习 您跟课里定吧 我回宿舍里等结果 不出来瞎晃了 省得家属看见我受刺激 你考虑得挺周全嘛 来之前都深思熟虑了 程老师 回来 天啊 还能够走 把这些留在医生上 对啊 轻视 就在选择 远牙可以 你现在都没有 和老师 利生 只能獲得 恭喜你 我考虑了 又不处打了 你怎么还要 是总算 不用信 去吧 谢谢你 这回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你这一走大半年 见一面又怎么了 我这怕见了 我就走不了了 我也拿闷了 你干吗要答应葛远长 去什么交线培训住院医生去 要资料没资料 要器械没器械 再说你也上不了手术台 我可以教内科 你还记得吗 在一大教内科的陈教授 他当初没少窜到我跟他办 结果你还是选择外科了 拿了您的手术刀 就跟要了您的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 神经痛不是绝症 我给你那些资料你都看了吧 国外有很多医生得了这种病 结果怎么样呢 不都治好了吗 人家都回手术台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院里已经封了我的刀 在手术台上出现任何事物 都是主刀医生的责任 我这次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 从医学院到现在 整整十七年了 我是亲眼看着你 为了这把手术刀付出了多少 又牺牲了多少 为了这么一个姑娘 我可真怕你将来有朝一日后悔呀 将来的事我不会想得那么远 我只知道她是我学生 一个很有天分 很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我不能让她的未来 停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上 更何况这次意外是因我而起 她也是我喜欢的姑娘 我不想让她因为保护我 而牺牲她自己 可是你刚才也看到了 人家姑娘并不希望你这样 如果她要是知道你因为她 掉到交线去了 而且这辈子有可能 都回不了手术台了 我告诉你 她别提多失望了 你信不信 所以我更不能让她看我走 我给你处一招 你这样 火车是明天的吧 你去见人家一面 你什么都不说 这不就结了 还是不要了 你是不知道 这丫头第六感有多神奇 等过了三天她回来了 一切风平浪静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那这大半年怎么办 你什么都不跟人说 你也不给人家交代 这这算怎么回事 她马上要留院了 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不能牵绊她的脚步 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 不是吗 随便 随便 我回来了 我不在这几天 没有家属来打乱的 没有 你还是看看你的手机吧 一个短信也没给我发 早知道放不下干吗那么绝 一走三天都不带手机 我怕她知道 我去院务处自首了 到时候又来劝我 她不会来不需要了 为什么呀 你好 您手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老闻 你什么时候 出什么事了 找理由 你谁啊 你怎么有这屋钥匙啊 我是周老师的学生 钥匙是他留给我的 是他学生你还不知道呀 这通知都贴出来了 周大夫调去分院半年 前天就走了 我知道 知道怎么了 不是 按照医院规定 周大夫回来之前 这办公室必须是锁着的 你万一进去了 丢什么东西谁负责呀 我又不拿东西 那谁知道呀 反正你不能进去 反正这钥匙他留给我的 这是你随便进的地方吗 我怎么就不能随便进去了 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 讲不讲道理啊 不是 不是 你这人 你动手动脚的干吗呢 不是 怎么动手上 这不能进 怎么了 有什么事 程主任 这学生说他是周大夫的学生 非要进这办公室 行了 先去吧 这儿我来处理 不是 行了 该干吗干吗去 干活去 行 行了 别找了 你不会找着什么的 我就不信他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他说了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只有他把什么事都揽在他自己的头上 家属才不会找你呢 他离你越远 越和你没有瓜葛 你就越安全 王主任回头也会跟大家说 说你是为了你的老师去顶罪 你上你的实习课 由我来带你 我去自首 医务处就不相信 他去自首 医务处就相信了 这什么混蛋逻辑啊 他把所有的病例 处方还有药都带了去了 而且他当着面 给所有的外科主治医生打电话 让他们来证明他的手有问题 而且有多严重 人家能不信吗 忙了那么久的事 为了保我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怎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怎么就不能跟我告个别啊 不就是去半年吗 怕我等不起是不是啊 连电话都换了 这什么意思啊 他可能根本就不想让你等 这也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是吴远程给他的 跟了他这么多年 从来没理过事 我想他要说的话 都在这箱子里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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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瞒了我你 但后来我理解了 除了卫生 他是从心底里边执着地 承认一件事情 相信一件事情 他相信你能够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外科大人 有痕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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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期待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但是作为他的女朋友 请你告诉他 我希望能在他身边 陪他一起度过难关